那我们修学一定有一个方向 要有目标 确实 短烦恼 说得容易 做起来是真难 几个人能做到 不是像佛经上讲的 真正有善根 居足善根 佛得应允 不容易做到我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才知道 感恩 尽忠法门 读这个 金本 感恩的发藏 阿弥陀佛的亲身 这个发门 带给我们这些人 忠下根性的人 无比的利益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用我们现在来画的书 他是办了一所佛教教教 受方式界的这些众生 只要愿意到他那里去修修 真的是来者不拘 只要你欢喜来 他都受你 入学的条件很简单 你相信他 你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你真肯念阿弥陀佛 这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万修万人去 还有人问我 说这个法门 灵命宗师一念十年就往生 是不是真有这句话 真有 就在这个经历里头 哎呦那一念十年 那到灵命宗师才可以了 灵命宗师你不会灭 你就去不了了 这阳兵千日 用在一朝啊 我们天天念干什么 天天念 我能念天习惯 灵命宗师会提起来 不会忘记 真的 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 不是现在 现在念再多也没有 但是不能不念 养成习惯 道理就在此地 你听了可千万不要误会 存了个侥幸的信 哦 现在念不想干 现在就可以不要念了 到临终所在念 如果你老年得个痴呆症 怎么办 别人祝念你都没办法了 人最大的佛报是什么呢 晚年健康长寿 这是最大的佛报 你临走的时候 头脑清清楚楚 明白 所以要急功而得 要断卧修圈 这是什么呢 这是健康长寿的修学方法 我们能尽忠老人 这是因果吗 我们爱老人 我们尽忠老人 我们帮助老人 我们老的时候 就有很多年轻人 帮助我们 尊重我们 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要是轻视老人 不照顾老人 到我们老时候 可有罪受了 谁理你 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会老 我们就特别爱护老人 要帮助老人 要解决老人 许许多多些困难问题 感谢观看